那你現在林權目前看起來最大的這個弱點 就是趙峰案這個 趙峰案其實如果你這個一開始沒有拉這麼高調 其實也不至於這樣 那拉最高調的是誰 是蔡英文本人啊 他在中環會說這荒腔走板什麼東西一大堆的 那如果說你今天只是一個烏龍 那有到荒腔走板嗎 我覺得趙峰贏這件事情的最大壓力都是來自於黨內 因為黨內你一開始把他拉得很高的時候 這些民進行的人就不知道要怎麼下台啊 不知道要下台就開始攻擊李林權啊 你一開始就因為謝金河那句話 所以大家又跳進去了嘛 他因為調子拉很高的時候 你後面子都收不回來 像有些節目也是一樣的情況嘛 就是也是收不回來的情況 然後就說李林權你只要這樣這樣 所以我覺得李林權這件事情是不是有點冤枉 我也覺得可能有點啦 回到更實之面啦 就是說當你告訴大家講說他是一個洗錢 甚至講說他不只是一個疑似洗錢的管道 他是國民黨拿來洗錢的工具 有沒有人這樣講 確實有啊 這段時間也有人這樣講啊 可是他們會錯愕的是 奇怪法務部查到現在怎麼好像 沒有一個帳出來 你知道嗎 不是說沒有帳是連帳都沒有 怎麼大家一直關心的說 這一塊一直有一個帳戶的問題 到現在法務部也沒有給一個交代 真的有很多人 事實上是開始質疑邱泰山的能力喔 好